法国凡尔赛花园最近出现了一个高四层楼的铁拱门 是韩国艺术家李宇焕的作品 他用极简的方式结合了金属还有自然素材 强调人类工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这次他在凡尔赛花园展出了十件作品 我们一起去看看 法国凡尔赛宫旁的花园出现了一个显眼的艺术作品 12公尺有四层楼高的铁拱门 两边用巨石固定 这是韩国艺术家李宇焕的创作 77岁的李宇焕奉行极简主义 主要的创作方式是并置人造与自然的物件 在国际艺坛十分热门的他 这次在凡尔赛花园展出十件作品 再次奠定他的艺术成就 我相信这些争论能让观众和观众的观众 这些团队不必要是一专业的专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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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同时必须要尊重 过去几年知名艺术家 像是Jeff Kunz和村上龙 都曾在凡尔赛花园展出过 李宇焕认为他的作品相较起来 比较充满紧张和沉默的感觉 其中一个作品使用了影子当作表达的方式 李宇焕的作品将在凡尔赛花园一直展示到2014年11月 用艺术搭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用艺术搭起文化交流的桥梁